這個要計算 假設我們要計算那個兩個日期 就是月份的部分 比如說我要增減 增減月份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用E-Day函數來處理 那比如說假設奧運日期 改一下好了 改成2020 8月1號 假設這一天是 應該東京奧運的日期 假設奧運的日期 這個日期 那如果說奧運當天 那當然我們可以直接去存取這個日期 等於是這一天 那如果是奧運的三個月之後 後三個月 那如果說我要去計算那個 比如說比較標準的做法 當然 如果你不用E-Day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Date函數 但是這個Date函數 它其實比較麻煩一些 怎麼說 這個Date函數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去計算 2020年的8月1號 後三個月 那計算怎麼計 這是第一個當然你要 第一個用Date 第二個要用YMD函數 就是Year 也就是我今天要取用這個奧運 這一天日期的話 那我不能直接取用 全部的年月日 我必須要把這個日期裡面的年抓出來 那怎麼樣把年抓出來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考慮到 用一個叫E-E-E函數 所以這個E-E函數 把它刮起來之後 然後就取得年的部分 再去取得這個日期裡面的月份 所以還是要再加上一個Month 所以Month函數 那Month函數呢 就是取得這個日期裡面是幾月份 再來是日的部分 日就是一個Date函數 所以還需要用到三個函數 叫Year Month Day 所以總共你看一個日期 那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你可以在Month 比如說三個月之後 你可以在Month這個地方 後面再怎麼樣 把它加3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要往前 就是減多少 OK正負按確定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算出來 那你會想說 老師這個問題太麻煩了吧 那沒辦法 早期標準的做法 是用Date函數 配合Y M D 這三個函數 那當然如果你要快一點的話 你其實你可以用 剛剛講的第二個函數 如果你不要這麼麻煩的話 你可以用 插入函數裡面 可以用一個叫E-Day函數 不過特別注意 E-Day函數呢 在2007 E-Sale2007以後的版本 它才內建 如果你 因為現在好像有一個公司 還在用2003以前的版本 如果你是用2003以前的版本的話 可能需要先到那個分析工具箱 它是一個爭議級 在好像工具裡面 這個分析工具 你要把它打勾 它才會載入 不然的話你不能用 就沒辦法用這個E-Day函數 可以按確定 那這個E-Day函數 基本上會比剛剛的那個 Date函數簡單太多了 怎麼說 如果說你要往前或往後 去計算月份的話 E-Day函數只要第一個 Star Day 哪一天 奧運當天 給這個日期 那如果三個月有沒有 你要慢死 這個慢死 加S 假設三個月之後的話 其實你就給它一個3就可以了 按個 不過它回來的話 會是一個什麼 數字 不過按確定之後 那你可以怎麼樣 按右鍵 OK 出徵和格式 因為它算完之後 會是一個日期 你直接把它格式化成一個日期 按確定 欸沒錯 11月1號 OK 那如果是前三個月的話 基本上呢 像這個 我們當然可以 複製前面的公式 直接貼上 前三個月就-3就可以了 OK 按打勾 那如果用E-Day函數的話 其實也一樣 就是怎麼樣 把這公式一樣 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3就可以了 OK 按打勾 好 那格式不對 把它儲存格 改成那個什麼呢 日期格式 按個確定就可以 OK 那當然這地方 E-Day函數呢 它的好處就是 相對於剛剛這個 用Date來計算月份 其實會簡單許多 OK OK 那 當然如果說 我們在計算什麼 月份它有E-Day函數 不過如果像我們常用到 像什麼 奧運的前後三季 季的話 年 年的話應該比較簡單 年的話其實還可以用Date Date函數裡面 一而去相加減 那計的話就沒辦法 週的話呢 當然 怎麼去計算 實際上這個也是常用的 有同學問到說 那這個部分怎麼辦 在那個E-Sale裡面的內建函數 有沒有辦法計算那個 就是說相差幾季 相差幾週 其實查了一下 基本上是 沒有 OK 那所以 OK OK